這裏包玩具比較特別 又不是很特別的,但產品也是非常不錯的 是我自己,我是Brian 比較喜歡的一個玩具 或者是從小到大都很喜歡L1 Formular 最近發現日本或歐洲有雜誌式的玩具 或者是玩具式的雜誌 雜誌的玩具,我也不明白 通常是在便利店或雜誌店才能買到 就像一本雜誌一樣 就是這樣,一本雜誌有書 但會連著一個很精美的產品 真的自己喜歡的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最多人會注意到一個名跑車的牌子 就是弗拉利 除了有房跑車或超級跑車之外 也有FM1 其實現在在世界上所剩下的FM1賽車隊 真的買少見少 我暫時未做功課 就不確定究竟有多少車隊 現在是否還在賽事中周旋 但以我年輕的時間看 都是10隊左右 有些時間甚至是更少的 這次介紹的這架 就是這個Diago Stini 這牌子其實主要是日本有一個公司 那是否歐洲公司 我真的不敢說 但這牌子我實在在歐洲 看過有這本的雜誌可以賣 還有他們的產品 比我們看到的 甚至比日本更多 我相信就是看國家地區的形成 主要是日本和歐洲的兩大市場 希望日後香港或台灣地區 越來越多這些產品可以出現到 在大家面前 好了 說話說笑一點 因為我這個霸玩具 除了一個人負責之外 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要精簡一點 重一點 所以有多少車隊 有多少FM1的歷史 還有大多機會說 因為我都很相信 或者絕對會做多幾輯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介紹一輛佛拉里 怎麼夠 所以一定會逐個介紹 所以一定會逐個介紹 初初打算整堆的介紹 像上次我們爆章裡面 一次要介紹六輛比較新款 但是不行了 要逐個說 或者選一些精選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說到維特爾 厲害了 這個是一個四屆的 一級方程式的冠軍車手 而這輛車除了佛拉里 也是它自己的座架 就是2015年 在2015年 他在馬來西亞的 一個分站組裡面 獲得冠軍的座架 我記錯 以前 冠軍隊 在將來來的年 車號號碼 是一號二號的 那是否代表上一年 即是2014年他們拿了第三名呢? 這個我不確定 很多都變成了 那這架呢 就不是他當年的冠軍 2015年很可惜 法拉里車隊或維特爾本身 應該沒有拿到冠軍 所以這架 就不能叫做全年 或者全冠軍車隊或冠軍車手的座隔 但是呢 他都拿了一個分站冠軍的 這個是他專門這樣做的 當然 還有沒有拿其他分站呢 我還沒有做功課 但是呢 這個車型我就很喜歡 其實進入二千年之後 那些車呢 我就覺得呢 很帥仔 我覺得這樣展示都蠻清楚 那我繼續用這個方式 原本用過轉台 待會再說一下轉台 那很特別 這個車呢 我不知道他是做錯 還是專門呢 我功課還沒做得到 你看到輪圈中間呢 我們叫他好像雙螺絲的位置 這裡是不是藍色呢 看到 真的藍色 是嗎 但是呢 右邊是藍色 左邊呢 是紅色的 那如果有師兄知道呢 是有典故的話 就在我們留言了 那我自己呢 就真的沒去專注到呢 可以按清楚 為什麼要一邊藍一邊紅 還是說生產時 搞錯了呢 我不清楚 但是這些位置呢 平常呢 你們在雜誌社 或者在官圖 你看不到那麼清楚 現在你看到很清楚 那車的質材呢 材料呢 我就 不是太肯定 不過呢 我相信呢 是 膠啦 哈哈 是膠件來的 所以大家玩的時間要小心 因為看到呢 有些位置呢 就不是值得那麼漂亮 就那麼鮮 那麼鮮 但是呢 出來的成品都很準 那些位置 你看到這些 佛拉里的獨有的一個特徵呢 車頂那裏呢 車頭那裏呢 有幾支要天善的東西呢 用很多東西突出來的 那麼呢 這個就是我喜歡佛拉里的原因 很有現代化 或者一個科幻感覺的 還有呢 你覺得是精細度很高 譬如這裏呢 後面的車尾這個位呢 就是這個 我忘記了什麼 這個位置呢 其實都是有 很精細的紋在這裏 那麼不需要說了 一些贊助商的 的密碼 啊 你都可以看到的 那麼原來據文呢 最近才知道呢 很多香煙 以前很多香煙 都贊助那些車女 那麼這些 贊助商的logo呢 就出不了了 就算你現在是做那些舊款的 舊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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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以前是 萬寶路賺助呢 都不能夠出的 產品上 所以現傳的 賽車裡面呢 都好像看不到 有煙草商的賺助了 好 那呢 那不太厲害了 這四屆的世界冠軍 是由2010年 連續四屆 1011、1213 連續四屆拿了世界冠軍的 車隊是不是冠軍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通常呢 冠軍車手都是配冠軍車隊 因為他通常有兩個 兩個名選手 每隊車都兩個名選手 至三名選手 那如果你第一個拿到的分數呢 都幾佔了很多份額的了 所以呢 很大機會都贏到冠軍的 除非你第二三名都是同一隊 另外車隊呢 那就可能會出現了 有不同的情況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就嘗試開了一個轉台給大家看看 一方面又可以看到的車 這麼漂亮 那這個系列呢 最令人這個 引擎入性的地方 就是它不單止是近代的 它就是差不多有一級光年式以來呢 我不肯定啦 都是有近代的 所以接下來呢 我會介紹一些 是 嗯 舊式一點的 可能就是同一輛裡面 爭持冠軍 或者是亞軍爭持得很重要的 車手的車 那另外呢 就是或者一些車隊 名車隊 那當然啦 我又會介紹一些 例如舊款一點的 其實我沒有暫時發現 起碼最舊的 1969年 即是60年代的F1賽車 都有包圍在內 那麼全個雜誌的系列 而總的期數呢 沒有記錯呢 是有90期的 那當然可能記錯80期 那就沒有掛握了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在日本方面呢 都未發售完畢的 即是說 其實呢 還在推出 那所以有些本色都還未公佈 那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玩的 或者買的 很可能是台灣版 很可能的 但是都是 不過可惜的是 都是日文字 對 那就沒有 沒有中文的 沒有中文的 對了 那這個系列最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地台 那地台呢 就是斜斜地的 是一個轉彎位來的 那我暫時看到 全部都是同一款 而已 那但是地台 一個轉彎位 斜斜地的 一方面可以展示到 一個車的 在包裝裏面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你看到包裝裏面 都是不太清楚 因為呢 包裝除了封了 有紙卡在這裏之外 有一個 盯著那些 好像保鮮紙 那些 膠紙 然後呢 還有本身有個 盒子 即是我們現在 除了那個車的蓋 那個 透明膠的膠蓋 所以呢 就這麼清楚 其實呢 它還可以 底部呢 還有螺絲 即是不用擔心 你想整個拿出來擺 擺在賽車陣 或者是用來 一些特別的 扣絲 怎樣展示它 沒有問題的 還有呢 那些輪子呢 還有呢 那些輪子呢 是動的 是動的 但是 材料方面呢 我估計它應該是 紅色的 因為知道 產量呢 不是那麼高 會不會幾千是高 還是低 其實對於做大卡車者來說 幾千都是少的 而且耳感的質量呢 而且 你也知道 它每一年的車款 其實都變成 每一格車隊 都不一樣的 即是不是說 顏色 或者 logo 不同的 就是那些車隊 本身Fans 還有 麥拉倫 佛拉利 雷諾 威廉士 還有 紅牛車隊 那些 其實全部那些 車的外型 甚至機器組的組合 都是不同的 我只知道 這部呢 Benz的引擎 就好像有兩代 但是呢 佛拉利 就肯定是 即是 全部是專用的了 佛拉利的車身 佛拉利的引擎 對了 那這一架呢 真是我喜歡的車型 其實進入都是 二千年之後 車我得住你了 那你說我喜歡不喜歡 舊款呢 其實都喜歡 但是 F1引人入勝的地方 就是呢 其實那些車款 沒什麼令人失望 即是一年一年 就快了 二來呢 越來越漂亮的 那你見到呢 這輛佛拉利 除了是 紅色的 標誌色的顏色之外 那些車輪呢 除了剛才說的輪子之外 車輪呢 車輪呢 都印滿了一些 字幕頭 應該是贊助商名 那麼 留意一下 車輪的內側 你見到嗎 內側 都有印的 即是說 不是只有殼 裡面都有做到 所以生產商來說 那些車輪呢 都很 很認真去做 還有呢 你會問 咦 坊間會不會有些產品 是其他公司有出 那我不確定 也都知道不多 當然大家記得 有一個比較 明貴的 專造跑車的牌子 歐洲牌子 是有出過 1比43比例的 賽車的 1分 但是呢 價錢就差幾倍了 至少差3倍或4倍以上 當然如果遇到限量版 或者少出的 車王 車神的座駕 更加貴 這個系列 另外一個分別 就是它沒有車手 在裡面 所有系列 我都未見過有車手 而那個 專櫃的牌子 就有車手 在裡面 當然可以考慮到 車手有多了一個授權 也是多了一個難度 因為車手是很小的 在座駕裡面 但是頭盔上面 還會引到很多的DECO 以及贊助商的花紋 各樣各樣 其實就更加難去生產 那就是我自己的滿足 又沒有車手 不要緊 因為牌子都寫了 2015年馬來西亞冠軍 維特爾 譯出來就是維特爾 德國車手 不知道會不會是 蘇米加之後 另外一個德國車神 應該就是 因為贏了四屆 但是近年 就被另外一個車神 搶了很多光芒 就是夏美頓 夏美頓現在還是現役 還連續 是連續 前前後 贏了五屆 可能會追到 蘇米加的 輝煌歷史 蘇米加就退休了 七屆冠軍 而這個維特爾 就是四屆冠軍 我不確定他 現在有沒有繼續參賽 但是看回年份 完全是現役 是不奇怪的 不過最近幾年 就被夏美頓 好像獨領風數了 拍下車尾 真的好棒 你看看 多精細 黃色的部分 多精細 看 看 看 我就覺得 以這個價錢 多少錢 掉了 不重要 179元 在便利店 以及一些雜誌社 甚至一些玩具店 可能都可以買 動得 精細的 標誌 好 還有一本 這麼棒的書 這就是維特爾 也有說回 當年的情況 這一部車 每年每個車廠 都要為他們的車 有一個特別的型號 當然我都曾經見過 有些車架 或者一些內籠的設計 基本上用同一個型號 即是兩年裏面 可能用同一個車架 或者同一個型號 會發生過 但是當然每一年 我們都會重新調整過一部車 但是近年我們看到 通常的型號 都出現了 一年一個新款 當然有多少新的材料 我們就要問專家才知道 這一期我們介紹的是 這是弗拉里的SF-15 剛剛2015年 會不會是跟回年份呢 我就不清楚了 其實值得要稱讚的 其實每個車型都不同 顏色都不同 號碼都不同 即是不能偷雞 即是每個車都不同 所以奇奇呢 我覺得是值回挑戰 因為奇奇的車型 都不同 不要說DECO 所以 這樣的價錢 我就覺得是超值的 這裡有提到舊款的賽車 應該都是APP1 應該都是APP1 前面有一個中國的賺助商 衛柴 我不知道是什麼產品 或者商標 你看到車窗裡面 看看 安全帶 都做出來的 當然 都肯定不會獨立配件 但是呢 是有做到雕客 有上色的 精細喔 記住大家在收藏 或者去玩這架 這架 真的要小心點 因為應該不是DECO 就算有部分DECO 都是很輕微的 大部分應該是比較 軟身的PU 這架 我不覺得它是貼的 我不覺得 前面定峰的位置 即是前擾流器 即是這一部分 可能呢 你看看 本身的擾流器已經彎 還要做水貼上去 其實是很難的 一定不是二印的 因為二印做不到 這樣 我覺得 是水貼來的 但是呢 可能這些位置會有少少少 輕微的問題 但是呢 就 都非常滿意的了 那車在哪裏做的呢 看回呢 是Bagadash做的 應該是 孟加拉 Anyway 因為人工貴 所以在那裏做 絕對 但我覺得 都蠻滿意它們的水準 即是當無形妻的了 以這個價位呢 有這麼多奇幣你選擇 又不需要買完 選心水呢 有幾個人的 還有呢 有時去便利店呢 好像有一種尋寶的 樂趣 因為不是家人家有 就算有呢 會不會被附近的師兄們 快你一步 買了才會發生的 好了 這集呢 多謝收看 這一期呢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第九期的 拉利 FSF15T 維特爾的座駕 四屆世界冠軍 2015年的座駕 希望你們喜歡 那 希望你們也可以找到 你們想要的 心目中的 Dream Card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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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